大家好,我是小米House同学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辨别正品小米移动电源和假冒小米移动电源 包装方面,正品小米移动电源有两种包装方式 一种是白色硬术壳直接包装 另外一种是白色封套加塑料硬壳包装方式 市面上大多数假冒小米移动电源使用的是第二种包装方式 而通过白色封套,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分辨出来真假小米移动电源 正品小米移动电源,白色封套使用的是特殊材质 手感细腻,而且不容易被撕坏 而假冒小米移动电源使用的是普通的纸 手感较差,而且非常容易被撕坏 外观方面,正品小米移动电源,金属桶,喷纱均匀 米Logo做工细腻 假冒小米移动电源,金属桶喷纱均匀 米Logo做工粗糙 USB接口方面 正品小米移动电源,两个USB接口内部均为米白色 假冒小米移动电源,两个USB接口不统一或者颜色为白色 LED灯方面 正品小米移动电源,内部因为有白色照光纸 LED灯白色均匀 假冒小米移动电源,内部没有白色照光纸 LED灯直接掌射出来,并不均匀 从底部撕印文字也可以明显地分辨出来真假小米移动电源 正品小米移动电源,底部撕印文字颜色较浅,而且印刷清晰 假冒小米移动电源,撕印文字颜色较深,而且文字模糊 在数据线上的差异 正品数据线端口为黑色的胶芯 在USB端口没有米logo 假的数据线,USB端口为白色的胶芯 在USB端口有米logo 在功能方面,真假小米移动电源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我们先看在充电模式下 在充电模式下,正品小米移动电源按下电量指示键后 4个LED灯全灭 松开电量指示键后 4个LED灯全亮 然后进入到充电模式 而假冒的小米移动电源 在充电模式下按下电量指示键 和松开电量指示键 LED灯没有任何的变化 在用真假小米移动电源对手机进行充电的时候 也有明显的差异 正品的小米移动电源插上之后 手机自动开始充电 而假冒小米移动电源没有此功能 在插上USB数据线之后 手机没有任何反应 需要按一下开关键 才可以对手机进行充电 下面我们看一下真假小米移动电源输入与输出的短接 正品小米移动电源短接后指示灯没有任何变化 而假冒移动电源LED指示灯会一直闪烁 显示正在充电状态 将真假移动电源拆开之后 差异更大 正品移动电源采用的是LG 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的电芯 电芯和主板通过镍片连接 而假冒小米移动电源采用的是国产品牌 或者仿真知名品牌的电芯 电芯与主板通过普通导线连接 除了通过查看小米移动电源外观功能等鉴别方法外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防伪标签鉴别法 每个正品小米移动电源均会在外包装贴有小米的防伪标签 刮开图层 可在小米官网输入验证码 查询购买到的小米移动电源是否为正品 查询网址请看屏幕下方 请大家通过小米官方渠道购买正品小米移动电源 保护您的权益